行走也不是那么简单的呢 但在超级大水球里 比如说站稳 也想要躺下来保持平衡都很难 没晃几圈就会把人操到气喘丝丝啊 想要控制好漂浮大水球 真是个大挑战呢 一不小心就会跌个四脚朝天 大家手脚并用 连滚带爬也只能前进一点点 不过这样也达到了全身运动的效果啦 我仍然能不能平衡 所以我必须要躺下 但是最好的原因是 我只有一天失去1公斤 由于在冲气球里面闷不透风 业者说只要练上5分钟 消耗的热量就等于在跑步机上跑半个小时 而且还有排汗效果 可以促进新陈代谢 所以脑冰动得快的业者 就想要推广这场运动 把它变成减肥的法宝 不过毕竟脚下踩的是流动的水 很难像平衣一样走得那么稳 因此这个运动还是有一定的危险性喔 专家也说 漂浮大水球需要相当的平衡技巧 如果没有适当的操作的话 一不小心就会受伤 所以说想要健身的话 还是要特别注意安全性喔 你有演过戏吗 在舞台上演出各式各样的角色 是不是很好玩喔 不过当一个演员 可不只是有兴趣那么简单而已喔 想知道一位专业演员 是要具备哪些条件跟能力 赶快跟我们去儿童戏剧营 瞧瞧吧 大家好 大家知道我刚才为什么要演戏吗 因为今天在台南的慈激小学 有一个儿童戏剧营的活动 听说里面有许多好玩的课程喔 我们一起去瞧瞧吧 啊对了 刚才我演的角色是公鸡 大家有猜出来吗 那我们赶快过去瞧瞧吧 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 就是小朋友们最珍贵的宝藏 为了给大家一个尽情发挥的空间 台南慈激小特地举办了儿童戏剧营的活动 这可是今年暑假最夯的活动喔 准备好了吗 赶快和我们一起开启你蠢蠢欲动的细胞吧 大家好 我是大明星小猪 小猪 我好崇拜你 你先帮我牵着呢 这小意思啊 小猪 你人真的好看一看哦 好累哦 你可能到底要怎么演一场戏呢 我们去看看老师怎么演吧 我们怎么打个玩笑啊 既然我们实际跟小学的这个小可可小姐姐都这么说了 嗯 算了 跟你说话 咱们都有人去工作了 你要在里面啊 嘿 春迷们七处突然走的 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 你住出来的 一会儿是大眼狼 一会儿是小绵羊 突然间又变回旁白 讲台前老师生动活泼的扮演着好几种角色 台下的同学不知不觉也融入了故事的情境里 这就是艺人故事剧场的魅力 虽然看起来老师好像演得很轻松 但是其实啊 要一人分事多角 可是要有真功夫的哦 小绵羊 我要把你吃掉 哦 我好害怕 小绵羊 你们知道刚才那两种演法有什么不一样吗 没错 答案就是声音 要怎么样才可以利用声音的变化 来让一场戏看起来更丰富呢 赶快过去看看就知道啦 要不然这个吗 要这个要学 旁白 这个旁白的妈妈 是 你不太好爱啊 你不太好爱啊 这个是我 你不太好爱啊 小绵羊 得到最好的角色 你是王子吗 那你是最好的角色 我是掌声鼓掌大开手 让好人 来 好 来给我们掌声 两个小绵羊 好 好 经过一连串的戏剧训练 相信大家都学到很多演戏的技巧 我们赶快过去问问看 同学们有什么新的吧 好 那就可以自由的大学的生活 然后动作可以 那个 做得很大 老师会教我们很多 然后可以让我体会到 那个演 真正的演戏 是什么的 就是需要很投入 那个情绪 这样我们学到 学到的课程 可以跟朋友分享啊 还有跟朋友一起 做这个活动 连续两天的戏剧训练 不再让小朋友们细胞全开 它激发出许多意外的惊喜 老实说 只要相信 人就有无限的可能 你也对戏剧有兴趣吗 赶快和我们一起挑战你的无限可能吧 我觉得演技好过瘾耶 你可以扮演任何你想要扮演的角色 PJ 把那个木棒子给我拿来 听到没有 诶 永青 你在发什么神经啊 还不快去 不听话 妈妈我 要用家法伺候你 后你才是了 讨厌 还占我便宜了 不过我觉得画画也很不错啊 还可以抒发各种心情 想加大地区的小朋友 他们让我好难过哦 对啊 我们好像是小孩 可是命运为什么差这么多呢 哎呦 还不如都是他们大人 一天到晚打来打去 搞没的都是我们小孩子啊 都是战争惹的祸啦 真希望这些都只是演戏 不是真的 那该多好 嗯 小主播 看天下 我们下次见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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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树地心中的爱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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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把我们练起来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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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何人全说声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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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答热情最空快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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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